原标题小崔称自己的书被盗版500万册逢小钢包贝尔两位买盗版的尴尬了近日 有网友表示自己在网上购买了20本小崔的有话说 结果发现全都是盗版 因此他不仅ad了小崔还提醒大家以后想要买书 要在小崔提供的联系方式中去买 崔永元在看到这条微博后也转发并表示 我的第一本书被盗版500万册以上 对此有网友留言道 打击盗版人人有则 我记得冯小钢上次几十万的音响播放的就是盗版碟 冯小钢听盗版碟的事情 过去时间不久 在冬日当天冯小钢晒出三张照片 其中两张是自己和妻子徐帆一起吃饺子的照片 而第一张则是晒自己家里几十万的音响 以及未凸显自己品味晒出的音乐碟片 不过在晒出来不久 就有网友指出这张碟是盗版碟 同时还给出了颜值凿凿的证据 对于指责自己买的是盗版碟的网九 爆脾气的冯小钢并没有像以前一样直接回队 或许是在检查之后发现了自己晒出的确实是盗版碟 其实买的盗版碟可能也不怪冯小钢 毕竟有时候盗版产品确实已经做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其实除了冯小钢 明星里也有买到过盗版货的 比如鲍贝尔鲍贝尔之前曾经对张艺兴承诺过说 自己要买300张张艺兴的专辑 但是买到之后才被网友指出买到的是假货 而鲍贝尔在得知情况后 也是无奈又尴尬自己转发之后 表示重新再买300张 虽说买到假货很尴尬 但是鲍贝尔的处理就好多了 马上承认了错误 同时重新购买了正品 但是再反官方小钢 对于网友们的指责 却选择了沉默一对 虽然他自己也曾经说过要支持正版 打击盗版 但对于自己是否买到盗版产品的争议 却没有站出来进行回复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 还是有些让人失望的你怎么看